无论是怀旧借鉴创新毋庸置疑 开年至今最后的综艺还是被称为翻红利器的浪姐 节目不仅让张强阿雅这样的爱豆再次红了一把 前段时间王心灵的爱你更是火遍全网 还让一些本来就在准一线徘徊的年轻艺人 重新回到了观众的事件 这其中舞锦岩就是其中之一 再出舞台展示了一段芭蕾 音乐用的是演习攻略的插曲雪落下的声音 一曲舞弊举坐接近 主称谢娜更是泪洒当场 同台竞技的选手也是惊叹 其实这也得益于她从小就练习舞蹈 但是让吴景岩火出圈的并不是她曼妙的舞姿 而是一部古偶爽剧《演习攻略》 吴景岩1990年出生于四川成都 十岁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从此开启了她长达数年的芭蕾舞训练 在北舞的几年 方方面面都不算十分突出的吴景岩 虽然没给人留下一名惊人的记忆点 但还是一路顺畅 被分配到了中央芭蕾舞团 众所周知 舞台越大竞争就越激烈 做了职业舞蹈演员的吴景岩 表面看似光鲜 实际上在舞团做群演的两年 她从未有机会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反而还因为练舞台用功不慎受了伤 屡屡受挫的她想过停下脚步 报考北舞 这样的话长大出来 可以稳定地找一个舞蹈老师的职业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让人琢磨不透 一心想考北舞的吴景岩 却最终被北影录取了 从她而开始 吴景岩的生活就是进剧组 见导演拍戏 虽然这期间有和很多大派明星合作过 但是在圈内还是一个 茶无此人的小透明 直到她遇上余政 彼时正在愁拍神雕侠侣的余政 正在为某一线女星的 临时来不了而头疼不已 造型师和朋友侍逢 正好给她推荐了吴景岩 说这姑娘是北影小花 除了人不红 颜值经验履历都没毛病 病急乱投医的余政 抱着试试看的形态 联系了对方团队 却被告知没档期 2013年12月14日 与陈建峰 乔振宇合作主演的 民国激战情代年感剧 《烽火佳人》 这是吴景岩首次一人分饰两绝 在剧中分别饰演相貌出众 音乐才华横溢的才女清平 以及机灵聪明却俗艳无比的孪生妹妹 红宇 古装大剧招歌筹备期间 打击一决又让余妈想起了 已经合约到期的吴景岩 同在上海的两人 终于在某个午夜12点的 一家肯德基店匆匆见了一面 这次相谈圣欢的会面 让余政决定签下吴景岩 让她做招歌女一号 原因很简单 吴景岩不仅长得好看 有表演经验 还会跳舞 对角色的把握和理解这些方面 肯定没问题 虽然最终因为种种原因 招歌没有按照预定计划上线 但是余政的肯定 也让吴景岩在演艺道路上 找到了很大的自信 之后又一次合作了凤球皇 余妈的本意是想让她演 年轻漂亮的楚玉 但吴景岩在看完剧本之后 却因怕hold不住角色 而主动要求出演 笑里藏刀的冯太后 到了2018年7月18日 演喜攻略踩着暑期档上线 七年魔一剑 吴景岩也等到了自己的事业巅峰期 据悉 当时演喜攻略下来 一共片酬仅有2400万 但电视剧一经推出 点击率就高达一亿播放期间 随着搜索指数一路疯涨 这部剧接连打破记录 先后创下过单日播放量近7亿 承包文娱热搜的惊人成绩 连一向傲娇的TVB那段时间 都在点播平台跟着内地一起同步更新 聚火了 作为女主的吴景岩自然是一夜爆红 凭着为阴落一绝 吴景岩拿下了华顶奖 古装题材最佳女演员奖 以及白玉兰最具人气女演员提名 颁奖现场 吴景岩几度哽咽 把导演剧组主办方以及观众 通通都感谢了一遍 这是她入行多年第一次获奖 各种滋味也只有她自己清楚 眼看事业蒸蒸日上 大奖在手 一线小花的位置指日可待 但之后不久的一条负面新闻 让吴景岩的人气和事业迅速跌落谷底 这对事业刚有起色的吴景岩而言 打击都是致命的 当人身处高位的时候 别人就越想把你拉下来 之后无论做什么事都于事无补 吴景岩之后的人气一落前掌 几乎再无片约 虽然也出现过几个讨论度不错的角色 但都是昙花一现 演艺生涯进入低谷 之后有很多人都开始质疑吴景岩的演技 这让屡屡受挫的吴景岩彻底崩溃 她真的很希望自己的努力被别人看见 她希望别人认可她 这是于政当面表言 景岩没有台词的问题 当然她的台词不能和老戏骨相比 但是你们要求一个90后的姑娘有多好 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于政的表态可以说是吴景岩灰暗时期的一道曙光 直到前不久的民国剧《传家》的上线 网友才发现原来吴景岩的演技这么好 她在剧中跟秦岚聂远二搭 扮演不好惹的女主钟玉 人设跟当年的魏英洛有点类似 但人物个性更复杂丰富 从整体来看 吴景岩对这个角色的把握游刃有余 刚出场时的傲娇犀利 被冷落时的黯然失落 小把戏得逞时的窃喜可爱 家破人亡时的痛彻心扉 对于各种情绪的表达和控制 肉眼可见比几年前有进步 评论区里也基本是针对忠玉这个人设 而鲜少有人质疑她的演技 对一个曾一演技而被吐槽的年轻演员来说 这也是一种不小的进步 《传家》开播第二天浪姐正式上线 为此老板余正一天接连两次发文为她打高 预祝她乘风破浪屹立不倒 舞蹈专业出身的吴景岩表现也确实不凡 在众姐妹中一现身 就收获了大票明星粉丝 徐梦桃激动得语无伦次 流连阿娇都是她的忠实剧粉 确实如果没有努力 怎么会有能力经验全场 不管是芭蕾舞还是女团舞都游刃有余 然而最近传出 吴景岩想与余妈工作室解约 出现了消极代工没有事业新的情况 吴景岩凭借延喜攻略大报之后 无论是综艺 电视剧电影都是合约不断 然而她接下合约却没几步 真是寥寥无几 余妈在圈内外的人品和名声众所周知 吴景岩也想早日离开她 因此这些都是吴景岩故意为之 不想接双眼 依此来跟余妈谈判早日和平解约 这种佛系的行为给人印象是越来越没失业心 对工作毫不在意 有就干没有就回家睡觉 不过对于网传以上内容 余妈出来辟谣 吴景岩是个懂事的人 我会永远守护她 她跟我的孩子一样 我们要合作到永远 对此当身吴景岩未作回应 不过我觉得 浪姐对吴景岩的事业帮助是很大的 而且就吴景岩的专业能力 是越过大部分的竞争对手的 不知道五级惊人还具有梗的吴景岩 能不能在浪姐中走到最后 能不能再次顺利翻红 目前都未可知 但无论如何 还是希望地迷多年的她 能够通过这档节目 乘风破浪 重新制冷起来